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 演艺人生的演员 就是陈皮梅 陈皮梅是1908年出生 1993年逝世 至于正确的日子 无从参考 陈皮梅原本的名字不是姓陈 她原名叫胡淑英 她是1920年至30年代 是一个著名粤劇女文姆生 她在当时有一个称号 叫做女涉角仙 后来她就得到 涉角仙正式收她做徒弟 就跟涉角仙学习这个文长戏 就可以名正言顺 就叫做女涉角仙 至于母长戏 她不是跟涉角仙学的 她就跟白少楼学习这个母长戏 陈皮梅当时就是 有男女班的分别 那时就是 她就是做坤班 梅花艳影的文姆生 那是什么叫坤班呢 坤班就是说 里面全部都是女人来的 没有男人 她就女扮男装 做这个文姆生 她就 跟蝴蝶影 关影年 善影龙 谭兰兴 任劍辉等等 就曾经在这个 广州市的 大新公司的天台 演出这个粤剧 做拍档 是这样的 陈皮梅曾经跟 黄曼黎 黎卓卓 李善贫 徐医 金露 郑文霞 李月清 马肖英 容玉依 黎文 和高伟兰 结拜 曾经 他们结二金兰 组织了一个团体 叫做十二金差 当时都很轻结拜 组成这些团体 尤其是娱乐圈 跟着有一些 关于他的花水 或者是个人生活 陈皮梅在1934年8月4日 星期六 嫁给一个姓林的 四十多岁的官员 和她订婚 这个订婚 跟着中国族礼 过大礼 和她订婚 当时这个姓林的官员 就是广东省 南海远里面 做官员 1934年8月9日 星期四 正式出国 嫁给她 所以就做计身 因为当时这个姓林的前妻 就死了 所以她就做计身 然后另一端的花水 是1981年10月 陈皮梅 那陈皮梅 就回到香港 探望她 连迈的母亲 她就留在香港 有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期间 她就曾经将 薛国仙的名剧 《前程万里》的主题曲 其中的一幕大戏 就 关于她自己的平贵别谣 就依照古老的牌场 就演出出来 就传授给一些后辈 包括 潘洪超 和潘佩瓷 就教导她们 大罗大鼓 和唱霸腔 耍马鞭 跳大甲 和走四门等等这些公价 这些公价就 跟着这个古老牌场 就教给 潘洪超和潘佩传他们 一直到 同年11月22日 她才离开香港 就飞回美国 打理她的生意店铺 然后 时间又去到1984年6月 她又回来香港 这次回来香港 目的就是探望香港 连接的母亲 她也留在香港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之间 她就将 她由 张学留学到的小母公家 和她的首本戏 凤儿庭的虎老牌场 吕布首词方天击 那个身段 脚步 又再一次 传授给 这个 潘洪超 她对潘洪超 都相当痛惜 一回来就传授功夫给她 作为慈善 二演之用 过去 过去 就是陈疲妹的年代 坤班的年代 是传女班 所以 陈疲妹在粤剧 凤儿庭里面 大部份时间 她都是做这个南国 她就饰演这个女报 间中也有饰演雕蚕 不过就十次有九次做女报 这次又是逗留两个月 1984年 8月18号 她又飞回美国 继续打理她在那边的生意 开头就说过陈疲妹 她的父亲叫做 胡逆行 她 就是胡逆行的第二个女儿 陈疲妹 退休之后移居了美国的纽约 她就在纽约跟她的女儿 胡家同住 一起生活 另外 她也有两个弟弟 陈疲妹 两个弟弟分别叫做 胡闻吴 胡闻启 胡闻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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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疲妹也有个包姐 她的包姐 亦是著名的粤剧丑生 叫做陈疲鸭 这个陈疲鸭亦是一个相当出名的粤剧丑生 今天和大家分享陈疲妹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 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an频道 我们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另一个影视灵人的 生平 拜拜 拜拜